我们来讨论积分区域跟圆形相关的重积分 我们要知道跟重积分的话 里面的那个区域只要是跟圆形有关 化成极座标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容易计算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我们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 Omega的话它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圆 那么我们把它化成极座标应该会比较容易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这个重积分 首先第一步 X平方加Y平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R平方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DA把它化成RDRD Theta 现在来讨论的是范围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Theta的角度是四分之一圆的话呢 这边就是0到二分之拍 现在距离呢 R是多少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是R平方是等于4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边是R是多少 2 我们的R是由这边积到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R的范围是写0到2 现在我们来对里面积分 可是里面跟外面无关 我们的话其实就可以直接把它写成 0到二分之拍 D Theta 这个边的话就直接把它写在外面 这边是0到2 积分是R的三次方DR 那么同学看这个是多少 这边就直接写成二分之拍 这边呢 这边我们对于R的三次方的积分是四分之一 R的四次方 来我们范围是0到2 我们这样子写 等于二分之拍 这边是几 2带下去是16 16除以4是4 扣掉0 所以还是4 所以答案是2拍 那么这个题目 我们把它改成极座标的方式来做 看起来计算是并不麻烦 如果我们要把它直接硬做 用直角座标来做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要使用三角带换法 那个很复杂 所以我们的话呢 在遇到了跟原型有关的题型的时候 那么记得各位同学 把它改成极座标来做 应该来说都会比较容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